24楼失足醉二楼 洗窗工不治 事故现场 消防人员一边急救 一边将醉楼男子固定在板子上 准备运送下楼 证明30岁张姓洗窗沟 昨天早上在新竹一栋高楼 清洗外墙及窗户 过程中他爬出悬挂吊栏清洗角落 却疑似彩空失足 加上安全绳索未绑好 直接从24楼醉落二楼遮光罩上 因现场空间狭小 消防队以吊挂方式 向他救出送医 但他因头骨破裂伤重不治 据了解是从24楼 最终到2楼的平台 那现场已经 从检检是没有生命真相 检警重回现场搜证 发现固定在顶楼的安全绳索 整条掉落没有断裂 怀疑是松脱 还导致意外发生 他的妹妹赶到医院痛哭表示 两人原本约好 一起搭车回南投过年 没想到却发生意外 哥哥永远回不去了 动新闻新竹报道 implies是我们不曾社交人 做一条 相当ikal 各方面 从小还和